哈喽大家好 那在10到15万元这个价位的家用SUV市场 自主品牌里边 吉利的博越L 哈佛H6 还有长安的CS75 Plus 这三台车啊 我相信是用户关注最多 也是最为纠结的车型啊 那今天我们体验的呢 就是博越L一款新推出的车型 它叫做博越L荣耀版啊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新推出的车型都有哪些亮点 那相比起竞品 它又有哪些竞争优势吧 那照例啊 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 那这台荣耀版 它升级最明显的一点 就是车漆的颜色 它是拥有一个专属的 叫做峡谷绿的车身颜色 尤其是在太阳照射下呢 你会发现它们里边 是有明显的这种珠光的效果 整体的视觉感受 还是很不错的 也挺显高级的 那其次呢 就是相比起豪华版 它其实是标配了 这个上方的这个贯穿式的灯带 包括隔山还有底下的视条 也都进行了黑化的处理 那再来到侧面呢 相比起豪华版车型 它是拥有了 从之前的18英寸轮圈 升级成了19寸 视觉效果也会更加的饱满 那包括说像这种侧窗的视条 后视镜的这些视条 还有车顶的行李架 还有侧裙的视条 都是进行了黑化处理的 当然很有特色的这个抗军效果的门把手 也是被保留下来的 那包括在车尾呢 它的这些尾标也都进行了黑化处理 所以整体看上去啊 我觉得在这些竞品当中 这台博雅L显然它在设计上 是最年轻也最有时尚感的 那来到车内呢 其实最明显的地方依旧是配色 那之前的博雅L呢 它全系都是提供了两种偏浅的那种双拼色 我觉得质感看上去确实很出色的 但是肯定会有比较传统的朋友说 那这种浅色实在是太不耐脏了 那这台荣耀版呢 它就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叫做蓝灰的双拼色 它是偏向于这种深色系的啊 当然啊 它这里边所谓的蓝色呢 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偏浅偏青的那种发色 然后搭配上灰色呢 其实相比起特别传统的那种全黑 它的质感依旧还是更加出色的 当然相对来说它也会更加耐脏一点 这个对于家庭用户来讲是更加友好的 然后在配置方面呢 相比起豪华性 它主要的变化点啊 就是把这个全景天幕升级成可开启的全景天窗了 可能在通风这方面呢 会更有优势一些 那其他的像这些什么驾驶辅助啊 包括说一系列的主动安全配置 这些也都是有的 所以整体来看 我觉得博雅L它的内饰这种设计感 包括这种年轻时尚 而且很有质感的感觉 在同级别的车型中也依旧是很出色的 然后相比起其他车型 我觉得这台车另外一大亮点 就是它整体的车机 也就是智能化方面的表现 首先在硬件方面 它是拥有8155芯片的 而且是全系标配 所以它的车机整体操作流畅度 包括说响应速度等等 这一系列的UI设计 我觉得在同级车型中 依旧也是表现很突出的那个类型 也包括说它的内置应用非常的丰富 而且语音控制也非常的好用 像连续的语音控制 包括可见即可说 这些功能也都是有的 所以整体在车机这方面 相比起像SASUS 2 Plus H6那些比较保守的车机体验来讲 这台博雅L它的车机体验 我觉得相比起很多新势力 都是丝毫不差 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非常多家庭用户关心的后排的空间 我的身高是1米75左右 前排就是正常的驾驶坐姿 虽然这台车可能你从外观看 它并不是很显大 但它的轴距其实达到了2777毫米 所以后排的空间其实挺宽敞的 我的腿部空间基本上是三拳这么一个距离 头部空间是一个明显超过一拳的水平 所以空间的宽敞感肯定没有问题 而且它的座椅本身的填充软硬比较适中 而且整个坐垫的长度可以看到 承托性是挺好的 而且前排座椅底下是有比较大的缝隙的 脚伸进去完全没有问题 靠位的角度虽然不能调 但是其实本身的斜度 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整体后排的乘坐舒适性表现 其实也是非常不错 最后就是聊到这台车 我觉得在竞品中它本身的亮点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汽车市场非常的卷 这个卷就带来了后发的车型 是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的 这台车它明显的后发优势 就是在智能化方面 首先8155的芯片包括整体车机的体验 语音控制的好用程度 相比起这些竞品 我觉得优势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而且尤其是它的高配车型 是可以选择高阶的NOA的驾驶辅助功能的 在这个价位 如果你想体验这个功能 博尔L真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同时我觉得在竞品当中 这台博尔L它的设计也是最年轻最时尚的 而且整体无论说是空间的实用性 还是说本身的机械调校的素质 表现也同样非常的不错 然后还有一个亮点 是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这台车的1.5TD的版本 搭配7速双离合的动力系统 在这种油耗实测里 它的百公里油耗基本在6.4升左右 而且它还是可以加92号油的 其实这个油耗水平 相比起我们印象中特别省油的 像RAFO包括CRV这些日系的家用SOV 可以说是丝毫不差的 所以燃油经济性 也是这台车非常大的亮点之一 当然大家其实从荣耀版 这个车型的命名应该也能猜到了 这台车和王者荣耀 这个非常火的手艺是有一定合作的 那王者荣耀的用户 可以享受到像皮肤 包括优惠券这些福利 也算是一个小彩蛋吧